北京时间2月8日 独行侠在洛杉矶进行训练 备战2月9日对快船的比赛 欧文预计在那场比赛中迎来独行侠生涯的首秀 独行侠官网晒出了欧文训练的照片 他和队友微笑交流 前方记者也晒出了欧文与队友们打训练赛的视频 东气齐殷商没有参加训练赛 欧文谈及篮网 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受尊重 他表示身处反由道歉文无意冒犯 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此前欧文的交易官宣达成 蓝网送出欧文马基夫·比莫里斯 从独行侠得到丁薇迪·芬妮比·史密斯 2029年无保护手轮迁 2027和2029年次轮迁 独行侠随对记者Colly Kaplan报道 欧文是今日独行侠队内第一位到达训练场的球员 显然欧文的态度非常积极 或许是加盟新球队需要适应 独行侠跟队记者透露 自媒体被允许观看训练赛后 欧文打了6分钟才进了第一个球 他用一记突破杀入禁区 拿下2分 进了这个球后 欧文看上去更加自如了 很快又在左侧甲动作晃开防守人 出手3分命中 他还常传给快攻的麦基 麦基在篮下完成单手报扣 训练间隙 欧文和伍德有说有笑 欧文的独行侠首秀令人期待 据此前报道 独行侠主场的票价也因为欧文的到来飙升 欧文首场主场比赛的球票 对阵森林郎平均价格已经从116美元 飙升至359美元 上涨幅度达到20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